官家仁厚爱民才会自省自责 为诸般巧合之下的无心之师如此痛苦 人均本色 无心甚畏 和儿 你有什么话要说呀 求大娘娘心命官家喝水吃饭 再自省自责 娘前几日就说官家这些日子身体不太好 又犯了头疼的毛病 前几日还在滴烧 现在再一整天不吃不喝 怎么行 官家心里社稷万民为重 自身安事为轻 所以看见百姓苦痛 他自然会自省察错 等他想通了想透了 才能在今后处处实实的言行 为百官的榜样 更利百姓 和儿 和儿不太懂这些 但官家若不吃不喝病倒了 那样 那会带我朝这大事吧 那样就不利于百姓了呀 和儿果然是一个懂事的孩子 那就派和儿替吴 给官家好好收拾这个道理吧 somehow 写药 去一下 拿梓de 找你把ッge才呃被哄啊 来 六哥哥 和尔 你是跟婆婆一起进宫的 今儿跟着娘和姐姐 在太妻楼开状远 大娘娘留我在宫里住几天 陪她说话 六哥 茂泽说你今天一天 便只用了早膳 现象肯定饿极了 是展现和尔手艺的好机会 手艺 这碗汤粥里面的桂花汤 是和尔做的 爹娘都说没有姐姐做得好 不够清甜 和尔不服气 想要六哥来见 六哥今儿一直不肯用膳 若能将这碗汤粥都喝了 那肯定是和尔做的 桂花汤的功劳 是大娘娘让你过来 告诉你这么说话的 你什么时候也成了大娘娘的传话筒了 这碗桂花汤就是我做的 我没有说瞎话 帝宇永庆公主曰 辱生富贵 当念惜福 岂可造此恶业之端 公主喜欢用羽毛 也没什么大错 怎么就成了恶业之端 太祖说 当朝的公主 用这种前所未有的奇异装饰 那天下的女子都会争相效仿 不几日 大宋便再也见不到翠鸟了 何而不是黄家人 黄氏之人 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都牵动百姓的生活生死 黄家人可说拥有天下 亦可说无一死无 若置于思念 便可伤了十分的设计 一百分的民生 这一次 关家算是真的懂了